马公市新人礼澎湖寄宫庙 今天举办的冬令救济发送活动 赠送350包的白米以及关怀礼金 给350户马公地区第二级 以及第三款的低收入户 县长陈光复上午也特地前往致意 他感谢寄宫庙以及捐款乡亲的善心意举 在岁末年中之际更显得温暖 也期盼这份爱的力量 透过实际的行动达到抛砖隐喻的效果 鼓励更多善心人士投入关怀行列 县长陈光复表示 寄宫庙长期扮演的社会教化的工作 从慈善公益活动爱心不落人后 给予最大的肯定与支持 同时也期盼明年扩大对平静家庭的协助 让乡亲都能安心过好年 寄宫庙办理 冬令救济活动已经行之有年 每年睡末寒冬 由民众自由乐捐减囊 以微博之力 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今年预计发送350户 共计是2100公斤的白米 以及350个关怀礼金 让弱励家庭都能过个温暖的好年 记者 陈荣誉报道